每天好心情 昨天答应给大家说 拍一下河田的白天 本来以为 昨天晚上 雨水下的还是蛮大的 我以为今天的话 这个雨水就会减少 没想到今天起来以后 发现这边的话 雨水更大了 现在就给大家拍下 环湖新区 这边的话也算是环湖新区 两边的话 大家看都是围起来了 以后的话都是小区 前方的话就是河田是最著名的 然后现在是教育 水平亚最高的一个小学 就是北京海建小学 后面的话好像是 古江八格乡中学 这就是中学 还有再往后面走的话 这边的话是天津中学 也是河田是目前最好的一个高中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房地产公司 大家可以看这个塔吊的数量 这边的话是一个乌鲁木齐 过来的一个开发商 带着巨资来这边投资 开了一个楼盘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海电小学 这个小学的面积的话还是蛮大的 战地面积挺大的 感觉跟内地的话一个大学 都感觉是差不多的 再往前面走的话就是 河田新建的一个国宾馆 河田宾馆吧 这个宾馆的话 建的还是 这里面积也挺大的 感觉就相当于一个大学一样 这边的话人民东路 这条路的话车流量不是很大 但是在未来几年的话车流量会更大 因为的话 我们的左手边的话 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楼盘江山府 是最近就是 谷A谷上面就是长得比较凶的就是 新疆交投的一个项目 他们这个项目在这边的话也是落户了 这边的话就是河田宾馆 国宾馆嘛 他们都说是国宾馆 这边的话一个开发商的话就是 地产开发商的话就有三四家 那边的话后面的话还有一个 昆仑府 昆仑府的话是川义那边的 那边的话是昆仑府 这边的话主打的话都是学区房 而且他这边的话楼王的话 他这个楼王的这个价格的话 是达到了4,900到5,000左右 大家可以看我前面的视频的话 就是河田这边的一个 就是房地产的房价的一个均价的话 是达到了4,651块钱 比新疆巴州的话要低了3块钱 他们前期就是打造这个地方的话 怎么说的打造了 就是说要在这个头头建一个天桥 来连通这个昆仑湖 让昆仑湖成为这个小区的 他们这个江山一期的一个后花园 其实这个的话 他们建成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棒 因为这个后花园 孩子呀去公园玩的话还是非常方便 就感觉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变成了他们这小区的后花园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昆仑湖 也是河田以后环湖这边的一个中心 以昆仑湖为中心 两边开始大规模的一个发展和建设 这边的话就是国宾 国宾馆 再往前方的话就是河田地区的很多单位 像河田地区的什么单位呢 荣媒中心就在前方 还有海关呀 海关新成立的海关 还有河田这边的一个燃气公司的一个总部的话也都在前方 嗯 我们再看看 这个前方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也是中和新疆交投这边投资的水世界 水世界 这个水世界的话是巨沽的话是今年年底交工 年底交工开业 里面的话是一个什么 怎么说呢 听他们说的话就是一个综合体 大型综合体 不管是玩水的还有什么购物的 看电影都有 然后今天下雨的话 外面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块新的一个空地 还没有开发 再往前方走的话就是说什么呢 嗯 这边的话是一个环湖小区的莲珠房 这就是这边的一个状况嘛 感觉还不错 今天的话是一场雨 所以就给大家聊了一下 华湖新区的一个概况还有一个发展吧 你们觉得这边怎样呢 好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好 感谢观看